哈囉 各位 大家好 今天要來講解NBA年的見蓋欄 OK 反正這活動就叫做2020年NBA年見 這活動也是6天 那上面你看到有6個關卡 下面3個關卡是已經解鎖的 上面的是有一些條件的 上面第一關你必須完成總比103的合成 再來是中間這個是完成105的合成 右邊這個是完成107的合成 那這時候我們就看一下合成區 我們這次主要是收集了NBA年見的代幣 那103合成之後你就會解鎖剛剛上面的第一關 那105我剛努力拼了 已經拼到了一張了 107的部分的話呢 看來還要一段時間 這個部分可能要拼個兩三天左右 我覺得我才能完成這個合成 應該 對 兩天左右 因為我必須先擠到103 然後再擠120個年見嘛 所以我們這次活動呢 主要就是打這些賽事 然後去收集NBA年見 好 那最終的108是在這邊 需要一張103 一張105 一張107 跟100個收藏品 所以呢 我估計這次我 基本上只能有一張108已經是非常非常的 這個極限了 那現在來計算一下 假設我們都沒有去商店買 買任何的球員 我們單純就去收集 我們的球員的話 我們要總共收集幾個年見 那我們一天 最少需要多少年見呢 我們現在就來計算一下 好 那我們來計算一下 假設我們拿一張108 我們必須要有103 105 以及107 那其中107又等於一張 103 一張105 跟120個收藏品 所以我們等於是需要兩張103 兩張105 然後這邊有一個120個收藏品 再加上 100個收藏品 所以這樣總共是380個收藏品 那在6天的話 所以平均一天至少要64 64個收藏品 我們才能拿到108 所以各位我們一天要64個收藏品 去拿108 那這就是這次的計算 那這次拿108 你們就每天檢視一下 能不能每天都能拿至少64個收藏品 如果可以的話 108應該就是沒有問題了 那下面呢 你也可以靠著 賽季對決 聯盟錦標賽 競技場 以及在商店裡面可以看廣告 或是用金幣買收藏品 這些都是收藏品的來源 那最主要呢 還是先去核城 去解鎖上面的關卡 先去核103 再去核105 然後去解鎖 去核107 等全部關卡解鎖之後 會收集的比較快 並且記得首勝都要打喔 那這次提點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